20到25万这个价位段 如果是选车的话 有很多可以选的 SUV和MPV里面 豪华品牌的入门 和高配的国产的MPV里面 这应该是很多人 在纠结的一个点 是的 全系18的智能化的做得 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屏幕 它就很流长 一眼看下去 感觉就是智能化 很强的样子 因为它用了这个 包括8155芯片 就是它有540度的全新影像 然后对于刚开这台车的 女性司机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安全感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用到了 全新18的对外放电功能 它是达到了3.3千瓦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 家人是坐在一起的话 大家泡个茶 甚至吃个火锅 烧烤3.3千瓦足够用了 其实宝马X1的内饰 是很时尚的 的确很年轻化 而且现在的内饰 相较于之前的 上一代的X1的话 已经改进很多了 这个X1它虽然只是 一个紧缩鞋 但是它这个 直达功率141千瓦 然后280牛米的扭矩 其实相对来说 已经是一个 比较充沛的动力了 全新18作为一个新能生车 在这个25万以内价位 其实性价比真的非常不错 到底应该怎么选 这就是这种误 następ boulevard的顺客 如果是一个新能生车人 你们肯定能生车人 我按照 又或者是你 我准备了